2017年DSD PAPER1MC 第一條 第一條主要講述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APEC 我們通常會叫APEC APEC是問關於 以下三個選項 第一個 It Settles the Trade Dispills In the A-Pacific region Settle the Trade Dispills 我們說APEC是做不到這個功能 所以這一個是錯的 因為APEC的合作 其實是 一個 Voluntary 的 成績 所以 基本上 我們經常都說 No Binding Power 即是沒有一個 約束力 即使在裡面 達成都是一些Voluntary Agreement 我們可以說 所以 裡面 每一個功能 可以達到 Settle Trade Dispill 即是一個 幫它解決貿易糾紛的能力 但相反地 哪一個機構有呢 OK 我們就說 其實Settle Trade Dispill 那個功能 其實應該 是我們另外一個機構 OK WTO 它就有這個能力 但APEC是沒有的 OK 第二個呢 它就說 現在可以 Promote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這個呢 其實是對的 OK 我們說這個也是APEC 其中一個的 它的宗旨 我們說期望在那個 亞太區 一個的 地區裡面 可以有一個 持續發展的 經濟的增長 還有 亦都期望 可以encourage到一些 國與國之間 國與國之間 即是說 國與國之間 有一些對話 可以令到他們在 貿易和投資上面 可以有更多的合作 所以 2和3 這個是正確 所以 最後一個答案 就是C 就是C